全台九縣市今天同步實施第二階段限水 看看造景用的噴水池 為了省水 這水乾脆不噴了 為了供體時間 像是飯店 民宿的續住房客 浴巾床單若是沒有需要 就鼓勵不要更換 另外噴水池有的是直接停止噴水 有的則是降低噴水高度 減少50%的用水量 而永鮮的水也全面回收 用來清洗外牆 從SPA的高壓水柱也跟著減壓省水 為了配合抗旱措施 我們把噴水池的高度水壓減低 然後可以讓節約的水 大概可以節50%以上 台南市水勤吃緊的情況 看看公益民生用水為主的南華水庫 如今蓄水量不到一半 放眼望去還露出不少高水位時 看不見的低矮沙洲 以建庫21年來看 今年的蓄水率只有44% 排名倒數第5 回溯歷史98年8月 100年5月 103年12月 皆實施過第一階段限水 但今年首次第二階段限水 可說是10年來最嚴重的感旱 由於雨量不足 旱向持續各水庫蓄水率 幾乎都出現危機 若是沒雨季雨量再不足 南華水庫將史無前例 在6月乾枯 缺水危機 短時間恐怕都無法解決 記者賴關章 蔡仁勳 張信怡 A村小組台南報導